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媒体报道 王一博是亚洲街舞推广第一人 王一博被外媒报道 他对于亚洲街舞的推动起到了top1的角色 肯定了他对于街舞的贡献 果然会夸 我们终究是含蓄了 王一博回归这就是街舞6总决赛 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热度瞬间飙升 这次街舞大秀 将会携手自己昔日团队一波王炸 带来一个hip hop的舞台秀 这是曾经把王一博下得的QQ透露给我们的 并且还说他只有一天的时间排练 跳的也是自己的强项hip hop 并且夸赞王一博 对他来说很容易就会学会 甚至都不需要排练 不得不说一句 强者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都是可以看到对方实力的 街舞大神都这么认可王一博 由此可见 外媒对于王一博的实力 更是报道的合情合理 不过是我们太过于谦虚 甚至低估了王一博对于街舞的贡献 还有他的实力 看看人家外媒如何报道 王一博对于街舞的贡献 直言不讳 实事求是的表述 文中提及 王一博作为演员 舞者 在街舞圈得到了肯定 他是一名优质的街舞舞者 凭借自身的热度和知名度 通过网络成功掀起了一股亚洲街舞热潮 他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街舞的认知 让不少青少年开始学习了解街舞 让街舞作为一种青春态度 在亚洲迅速推广开来 更说到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跳舞 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 更是在2023年亚运会中 为霹雳舞代言 更是扩大了影响力 同时王一博身体力行 跳不同的舞种 用街舞的文化和态度 不同的舞台秀 改变了大家对街舞的态度和了解 甚至参与其中 结合了艺术和运动于一体 提升了观赏性 平衡了街舞技能和国家推广的差距 提出了街舞是一种年轻的态度 更通过舞台大秀 掀起了全民翻跳热潮 让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不同地方的人都参与其中 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 原来外媒对于王一博 对于街舞的推广 这么重视 更是从多维度肯定了 他对于街舞的推广和贡献 更是直言不讳的说 王一博在推动街舞的发展中 起到了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更是会留名轻史的 哎呀 看到外媒这般报道的我们 感叹一句 是我们含蓄了 过度谦虚了 毕竟我们对于街舞的认知 还是不够全面 主推一个货真价时 结果发现夸得不行 远远不够 这么棒的王一博 原来在国外这般受欢迎 人家有理有据的认可了 他对于街舞的贡献 更是用Top1的来肯定 哎呀 惭愧惭愧 是我们谦虚了 王一博 无畏风雨 再创辉煌 在娱乐圈的波涛汹涌中 王一博如同一艘稳固的巨轮 穿越风浪 坚定前行 近期 尽管公司面临股价暴跌 和高层纷争的困扰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影响到 王一博的稳定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 尽管王一博的资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他的赚钱能力并未因此而减弱 这得益于他深入人心的形象和无可替代的才华 公司虽对外宣称他在调整自己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在打压他的影响力 然而 王一博并不傻 他深知其中的奥妙 选择借这段时间进行修整 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如今 王一博的通告又多了起来 他马不停蹄地飞往澳门 准备录制街舞总决赛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引发粉丝的疯狂追捧 每一次表演都让人们惊叹不已 他的才华和魅力无可替代 这正是他成为娱乐圈顶流的原因 高层也深知 利用王一博的名气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他们需要王一博提供利好消息 以拉伸股价 缓解公司的经济压力 而王一博也明白自己的责任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 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一博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他将继续在娱乐圈创造新的辉煌 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坚定信念 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作为粉丝 我们为王一博感到骄傲 我们相信 他将不断超越自己 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成就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未来的表现 共同见证他成为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近日 微博上热议的话题 警号丁诚心追星成功 王一博警号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丁诚心在这就是街舞总决赛中与偶像 丁诚心在这就是街舞总决赛中 丁诚心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王一博的喜爱和崇拜 希望能够有机会与他同台合作 这次在这就是街舞总决赛中 丁诚心终于梦想成真 与王一博一同站在舞台上 展现了自己的舞蹈才华 对于丁诚心来说 这次与王一博同台的机会不仅是一次追星的成功 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程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与偶像同台的机会 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这对于他的演艺事业来说 无疑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宝贵的经验 当然 追星成功的故事并不罕见 许多艺人和明星都有自己的偶像和榜样 他们通过努力和才华 最终实现了与偶像同台或者合作的梦想 这种故事不仅激励着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展现了娱乐圈中的正能量和奋斗精神 总的来说 丁诚心与王一博的同台是一次梦想成真的美好时刻 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尊重 我们也应该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和勇气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